今天我们来看一块二修盘 准确来说这块盘是上家那边修到一半就跑路了 这个主控都是随便焊接上去的 可以看到头重脚轻 脸都要贴到这个主控板上了 上家给出来的理由是找不到料板 其实客户那边是提供过一块料板的 外壳型号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那可以说是简直一模一样 不过我还是发现了一点小细节 它带过来的这块料板 这四周是有这个金属片的 而它原来的硬盘上面是没有的 一般像这种带了金属片的外壳 要么是德一威的主控 要么就是小马的主控 咱们把这个配件拆开来一探究竟 外壳这边我已经给它拆下来了 这是一个德一威的主控 YS9082HC 主控方案都不一样 退盘那是理所当然的 没办法山里面出的硬盘嘛 虽然这一个外壳看起来一样 但是里面的主控方案或者颗粒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那是来者不拒 有啥用啥 我不管你是TF卡还是牛屎芯片 只要容量能配上 那就可以正常上岗 那为什么上家要拆这一个主控呢 我猜它原来这边就是被击穿了 因为它原来的外壳上面 还有一个烧壶的洞 我们先把它这一个主控拆了 再做进一步排查 因为像这种烧供电的 如果运气不好 是有概率把两个颗粒也一拨带走的 我们再来量一下这周围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这个大的应该是5V输入短路了 这边还是短路 我们来量一下后面 核心应该没有短路 咱们再把这三个电源转换芯片给它拆了 再来做进一步诊断 转换芯片这边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再测一下 这一个已经不会短路了 这个也正常 这个也没问题 好的那就是这几个电源转换芯片一起炸掉了 待会再给它补上几个 另外对方说不是没有料板吗 我这里有啊 这一个盘来到我这里的过程 可以说是一匹布那么长 长话短说吧 因为商家那边找不到料板 所以他就让客户拿着这一个盘的图片 到处去寻找 客户那边找到闲鱼卖板子的商家 恰好这位商家也没有这种料板 但是卖板子的商家 他是我的粉丝 然后就把这位客户介绍给了我 他原来的这一个主控是 HG-2258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AS-2258的来替代 因为他们互为马甲 像这种山寨盘 直接找同款料板 肯定是不好找的 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一般我遇到这种盘的情况下 能修修补补的 还是尽量给它修修补补 凑合一下吧 尽量原版去修 这样才能体现出原装主板的魅力 这一块盘虽然表面看起来就一点故障 实际上我是连续搞了十几个小时吧 因为它有一路1.8V的核心供电 是无法正常产生的 经过测量发现它是烧断线了 然后我就直接拿了这一块料板 给他们俩搭电使用 我们上电看一下 好的 现在上电电流已经有跳变了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二修盘这么难搞了吧 现在我们给它连击看看 连击以后 这个灯一直在闪 磁盘管理是一直卡在百分百了 直接断开 用设备看吧 先给它通个电 硬盘型号识别是没问题的 证明这个合体非常成功 我们看一下散区 散区访问也没有问题 好的 这一块盘可以直接出院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反响二修盘 当地检测说 这一个盘是不通电的 需要斑板维修 但是上墙那边又说处理不了 于是客户就自己带着料板 找到了我 这是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需要搞到斑板才可以维修呢 我们先给它检测一下吧 这哪是不通电吗 分明是大短路 大家应该能听到这个电流声的 先让我脱掉它的上衣 再做进一步检测 我们从这一个热成像上可以看到 是这里在发烫 对应的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当然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也不一定是它自己坏了 我们先测量一下周围的对地组织 咱们直接测量这些电感 全部都会响啊 不可能同时短路啊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拆下来做进一步诊断吧 电源拆完 电源拆完这里还是短路的感觉不妙啊 这一个对应的是颗粒的核心供电 我只希望它是哪个电容或者是主控坏了 如果它的颗粒也短路了 那斑板也是白干的 咱们再把这个主控也拆下来 主控拆完 这里依旧是短路的 这到底是坏了哪里吗 咱们接根线给它烧一下吧 如果是颗粒发烫了 那就不用修了 现在这一个电压我调到了一点 奥福咱们直接来看核心供电 通电电流有0.5A 这里再发烫 一个五条腿的东西 咱们把它拆掉再看一下吧 拆完以后 这一边已经不会短路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 还有两路供电是短路的 咱们继续来拆 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这一路供电 两安大电流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里在发烫啊 靠 这两个不是颗粒吗 难道是颗粒挂了 不会这么巧吧 咱们把这些颗粒拆下来单独测一遍吧 刚从热层下上面看 发热最严重的是第三和第四片 咱们直接测量一下这两个颗粒 很显然是短路了 再看一下第四片 第四片也是短路的 电流直接0.9A了 这一个盘就已经失去维修的价值了 因为它的颗粒挂了 资料肯定也是不保的 资料肯定也是不保的 我看着这两个颗粒的颗粒